台北賓館 這是前總統李登輝 在台北賓館的追思會場 大門保持關閉 門口還有人看守 氣氛不大尋常 還有不少監視小組人員 提著工具進進出出 原來裡面竟然被人虛擁破壞 慕家斷了 李千總統的肖像倒在地上 上面滿滿是紅色油漆 至於一旁戴墨鏡口罩的婦人 坐在椅子上翹腳滑手機 一副沒他事的樣子 但動手潑漆的人就是他 這名珍惜女子 來到台北賓館 參加李前總統的追思禮拜 但是在會想的時候 她卻從包包裡面 拿出一個裝有紅色油漆的氣球 直接朝著李前總統的肖像潑灑 甚至連旁邊的窗簾跟窗戶 也都灑了紅漆 因此 維安人員見狀 立刻上前壓制 台北賓館祈禱區 有一名女子手持紅漆 向李前總統肖像丟辭案 經本局援警 當場制止 逮捕偵辦 維安人員在她包包裡 找到另一顆裝紅漆的氣球 她功稱因為政治因素 才會帶紅漆闖祈禱室 搞破壞 婦人是六十八歲的資深藝人 鄭輝忠 鬧場已經不是第一次 去年一月 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參加關懷演藝人員春節參會 和藝人陳松勇敬酒時 鄭輝忠突然一個巴掌 打過去 打完就閃人 去講是不對的 在報紙上看到她 要拆除中正紀念堂 我就有這種想法 只是她這次鬧的場合 竟然是前援手 莊嚴肅木的追思會場 再怎麼說死者為大 正會中的行為 實在不應該 三立新聞正元龍旭敏娟 台北採訪報導